大家好,欢迎来到莉莉城吃喝煮行 今天我们来做煎鸡柳 首先,准备大约一磅的鸡柳或者鸡胸肉也可以 切成大小差不多大的鸡肉条 打一两个鸡蛋蛋液放入盘中 还要准备适量日式面包粉或者普通面包粉也可以 在鸡肉的两面撒上盐和胡椒 腌制五分钟 打一两个小时还是一小时 两个小时 好吗 所有 平底锅里放植物油 或者玉米油也可以 油不用太多 等待油热透冒烟 在等待的过程中 把鸡肉的两面 粘上蛋液和面包粉 两样 对 只要一手洗 你可以放它们 我们可以放它们 在同时 在同时 放它们 好 那是好 我先放它们 再放它们 放它们 它们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那是 那是 那么 我可以放它们 放在那里 我可以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然后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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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油烧热后 改进火 轻轻地把鸡肉放入锅中 大约三分钟之后鸡肉煎至金黄和面 另一面煎至金黄 炒火出锅盆入盆中 鸡肉香脆可口 你也来试试吧